据调查 韩国以购买力为准的收入水平等同于西欧国家 但收入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较为严重 继2018年以后 全球不平等实验室再次发布了世界不平等报告 报告指出 考虑到各国的物价和汇率水平 韩国以购买力为准的平均收入为3.3万欧元 高于英国 西班牙和意大利 但低于法国和德国 据调查 以2021年为准 韩国收入上游10%的收入 占整体收入的46.5% 人均收入达15.32万欧元 收入下游50%人的收入占整体收入的16% 人均收入为1.06万欧元 二者人均收入差距超过13倍 报告分析说 韩国经济未能构建社会安全网 随着限制放宽 经济急剧增长 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而相较收入差距 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则更为严重 包括金融资产和住房等非金融资产在内 上游10%的财富占整体财富的58.5% 人均达105.13万欧元 但下游50%人的财富仅占整体财富的5.6% 人均为2.02万欧元 二者间的差距高达52倍 显示贫富分化问题非常严重 从西欧国家的收入差距来看 法国为7倍 英国为9倍 德国为10倍 均低于韩国 若两性平等劳动收入为50% 以2020年为准 韩国女性收入占比32.4% 金融资产